针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此前有关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言论及其所谓双十讲话 10月11号,多位大陆学者在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主办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与一个中国原则研讨会上予以驳斥 赖清德曾声称,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未涉及任何台湾的地位,未限缩台湾参与国际的角色 其在日前双十讲话中提及有关国际社会的表述,亦被台媒称暗指联大第2758号决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彭维学指出,赖清德通过大肆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 煽动蛊惑国际社会,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旨在为台独和台湾问题国际化,寻找法力外衣 耐心得的新两国论,比李登辉的两国论更露骨,比陈水平的一元一国更险恶 比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更耻拢,他继续强调了台湾的主传,所谓的主传 同时完全否定两岸一种框架,目的是为了建构一种新的台独体制 实现,望头实现把台湾从中国和平分裂出去的台独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王一金表示 53年前通过的联大第2758号决议,已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从2758号决议内容的精神来看,2758号决议没有提及台湾这样的字眼 但恰恰表明台湾的代表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国的代表权和台湾的代表权问题是一个饱含与被饱含的关系 解决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也就连带的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面代表台湾行事主权的问题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学习研究委员会副主任陈健表示 开罗宣言,波斯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构成了爱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佐重部分 赖清德试图扭曲挑战第2758号决议 是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供来藐视 中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一块成立以后就已经不存在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才是联合国,才是2758号决议 才是历史的事实,要不当年为什么要恢复啊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谢玉指出 无论是赖清德近期所谓的祖国论,还是双十讲话 都在重述并进一步深化,整合其台独立场 根本目的是切割与大陆的渊源与连结 借壳上市偷渡台独 他是用两国互不利手这样的表述 那包括双十讲话里面在讲的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深耕75年了 所以呢不必再谈两岸的这种链接和关系了 其实他这里面的这根本的实质是在于 要切割台湾目前以大陆的 两岸之间的法统的渊源和链接 那么进一步的深刻化 他的两国互不隶属的这样一个新两国论 那某种程度上这种偷换概念是 我觉得是借壳上市在偷渡台独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振广指出 对比伯洛的台独势力 海峡两岸乃至全球支持统一 反对分裂的力量具有碾压性优势 决定了赖清德分裂国家的图谋 只是一场白日梦 赖清德想斜阳自重 我觉得斜阳自重保不了台独 很明显 我觉得美国人也不支持他台独 斜阳自重也不会成为他分裂中国的保护伞 党在赖清德分裂中国前面的 是坚决捍卫国家统一 反对台独分裂的中国人民 赖清德的这种台独冲撞 它只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